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自己业障,自己悲,不让师父悲 对不起师父 想看一下00年属兔的 00年是吧 属兔的 是你啊 对,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悉尼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想问一下明年能不能有缘分到师父身边 修明星见性 要注意什么 你行的呀 你可以的呀 你到悉尼来读书嘛 先读书再说吧 好吧 太感恩师父了 你这个人嘛读书还是读得近的 你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心不是太集中 真的懂吗 杂念太多 想得太多 对 还有以后要注意了 如果有女朋友的话不要太早谈 明白了吗 明白 你有一个女的欠你的 她慢慢会一直盯着你的 你会为她比较痛苦 我希望你已经过了最好 好,感恩师父 你感觉到过了没有啦 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准备等着吧 如果知道了那就过了 你想过了还是没过啦 过了 感恩师父 有点紧张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呀 然后就是想问自己如何能更好的自度度人 不要迷失 不要迷失 就经常念经修心 每天做早课 然后呢 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好吧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一个年轻人不要去做坏事情 一个年轻人做好事情 凡是觉得不符合规律的事情 不要去做 守戒嘛 对不对呀 就相当于一个公民要守法一样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自己不要去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呀 对 你年纪还轻 钱足无量 好了 感恩师父 然后想问一下自己的业障比例 因为觉得自己行的业障和烙印很重 对不起师父 诸佛菩萨 零零年数什么 数兔的 我每天大卑咒心经都是 最近都是108遍 礼佛五遍 小房子每天也是保底五张 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励你了 保底的 弄得来像好像买房子 叫手气一样的 对不起对不起 还好吗 很好的 蛮好的 你刚刚问什么 想问什么 就是业障比例 因为觉得自己吸引的业障 二十六 二十六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你在家里要像长辈一样照顾家里以后 听得懂吗 因为你从小到大 家里像半个家长一样的 对的对的 因为我父亲是几十年的精神疾患 看见了吗 然后母亲又是出家的 然后都是自己一个人 就是读书上班这样 我跟他说了 我说像家长一样的 他妈妈出家了 爸爸精神有问题 所以你自己有佛缘 你好好的帮你爸爸念好 对不对啊 爸爸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是吧 对 做梦做到过他不了 没做到 你又想知道他在哪里啊 大家同意不了 大家出卖我 让我帮他看 叫什么名字啦 姓高 高姓的高 然后名字叫做明家 明是明白的明家是 呃 就是 单立人一个家 单立人然后两个土 对啊就是这个家 高明 家 明是什么明啊 明白的明 哎呦 哎呦 他爸爸现在在天上 变成一条天龙了 小龙哦 小龙师傅 所以你看不见了 我告诉你啊 你妈妈出家 对他避应很大 听得懂吗 听得 你爸爸两个眼睛啊 很厉害的 很凶的 过去啊两个眼睛啊 哇 就很厉害的 听得懂吗 懂懂 你看看人现在在天上变天龙了 嗯 好了 师父还想帮一个师兄问一下 他是66年属马的 然后他耳朵听不见 一个问题 对就是耳朵听不见 需要多少组合 如何修才能好 他不是完全听不见 他听得见 一个左耳朵好一点 右耳朵听不见 你叫他好好地念经 他的肾脏不好 耳鸣跟他家族性有关系 好好念经把这个灵性弄掉 我看见他身上有一连串的鱼啊 他们家里啊 可能捕鱼啊 或者怎么样的 哦 那 他们家里是不是靠近海边捕鱼的 我不太清楚了 我好像看见他们家 在靠近海边像渔民一样的 哦 好了 那需要多少组合 怎么修才能好啊 你就要一直念下去啦 签这么多啦 念到耳朵完全听得见啦 听得懂了吗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祝愿师父法体安康 永久住世 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 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